PTF是什麼的縮寫嗎? 不太清楚 Portable document for him 可西式的文件格式 因為它的出現就是為了要解決什麼 不同裝置、不同作業系統 我的內容是不是要看起來一樣 所以它是可西式文件的一個代表 那問題就來了 我們一般用PTF看很方便 但是您要編輯方不方便 超級不方便對不對 其實不是說不能用 只要付費就很方便 可是大部分大家都沒有付費 這才是問題 所以呢 很多時候你可能就會遇到什麼 招包變傳這個PTF給我 我需要把它轉回Word PowerPoint或Excel 甚至我把它的文字我要拿出來 對不對 這個時候這個東西就好用了 你有軟體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雲端服務現在這兩個都可以做到 對 左手邊這個Small PDF 是我之前有寫部落格有介紹過 不過它應該去年開始 有限制一天好像只能轉兩個檔案 兩個還是三個 兩個齁 你有在用 好 如果超過兩個怎麼辦 這個 其實還有好幾個啦 只是說它轉出來的效果好或不好 一般來講就是我們比較要求的是說 你轉回來的那個字盡量要 格式要對 不要差太多 可能沒有辦法百分之百都對啦 尤其比較複雜的表格 那一塊就差比較多 但是如果一般的文件 應該差異度不會太多 不會太多 那 Small PDF是我用過算 正確度還算蠻高的 只是當然像剛剛同時 同時講的這邊 就是它現在是兩個檔案而已 只是如果你會超過 那當然就只好用別的 那如果你使用率不高 其實偶爾用一下 也還可以用 也還可以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右手邊這個好了 既然不想要有限制 我們用右手邊的 因為右手邊它這邊就 支援很多 有20種工具 您可以看到 包括把PDF轉成Word 轉成Excel 轉成PVT 甚至Keynote都可以 不過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要看它原始檔 是從哪裡來的 如果今天它的是 本身那個內容 已經是圖片的話 就是說它是字 但是是圖片 你用這樣轉回來 它還是變成圖片 就是它必須是原來 還是字的那一種的 你轉回Word才有用 那另外像這個 相反過來 把Office轉成PDF 這個我們用到機會 現在應該比較少 因為現在軟體都內建了 對不對 就比較少 那這個呢 你看下面這邊 偶爾我們會需要用到幾個部分 怎麼那個有加密 有密碼有沒有 也許你會有需要用到 當然它不是太複雜的 它還是沒辦法 因為它還是有保護 但是我們會遇到這個 合併跟 拆開 比如說我只要這個PDF 某頁 那你要怎麼辦 沒有原始檔 又不行啊 或者說我這兩個 我要把它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會用到這個了 就會用到它了 所以 這個線上服務 因為這兩個都有中文 而且也是完全免費 那 當然我還是強調一下 這些免費的服務 你要留一下 他們上面都會有提 就是 上傳的檔案都會刪掉 可是我們還是建議各位 如果你真的是機密資料 這樣就不適合 但是一般性的 就是比較沒有 機密內容的 你用這樣子 是相對方便 相對方便 所以PDF部分 如果您覺得有需要的 可以來這邊試看看 因為這兩個都有中文 就是使用介面上 都還算蠻容易的 這樣 OK 所以 大致上我們今天 可能主要分享的是 大概這些內容 不知道大家覺得還OK嗎 可以啦齁 好 感謝大家 感謝 謝謝